这个小偷刚偷走富豪的钱包 可转身他又把钱包放在了地上 接着假装捡起 告诉富豪钱包掉了 富豪立即掏出一百块作为感谢 小偷接过钞票 下一秒他又将钞票直接给了旁边的乞丐 男人名叫马克 他可不是一般的小偷 而是大名鼎鼎的涂鸦侠道 他每次作案的地点都是那些有钱人的豪宅 但他不会偷走任何东西 而是在墙上留下他的涂鸦 因此他在网上收获了百万粉丝 这天一位富豪又被他盯上 等富豪走后 他迅速溜进院子 可他不知道 这一次的涂鸦行动将会给他带来大麻烦 马克先是用手机连上富豪家的WiFi 然后再利用黑科技关掉屋里的监控设备 接着马克撬开大门成功进入屋内 他四处观察想要找一处适合的墙壁涂鸦 很快一副肖像话吸引了他 摘掉这话后面这墙正适合做涂鸦 可就在马克拿出燃料准备行动时 突然身后传来一声巨响 他跟随声音来到地下室 没想到柜子后面还藏有一道暗门 而刚才的声音也是从里面发出的 于是马克好奇地往里面看了一眼 结果被吓得当场大小便失禁 就在这时 富豪突然回到家中 原来他的手机收到了监控断掉的警报 富豪来到地下室检查了一番 结果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他只好安慰自己 可能是监控系统出了问题 可等他抬头一看 他突然发现墙上的画竟然歪了 而马克趁富豪不注意 悄悄从他背后溜走 可临走时的开门声却惊动了富豪 富豪赶紧跑到门口查看 幸好马克反应及时躲到了草丛下面 这才逃过了一劫 随后马克立即匿名报警 原来他看到富豪家的密室 关着一个男人 等到第二天一早 警察就上门找到富豪 可他们在家里搜查了半天 也没有发现任何线索 没办法警察只好离开 而躲在不远处的马克 看到警察什么都没查到 当场都快要气炸了 与此同时 富豪看着家里挂歪的画像 他确信自己的秘密已经被人发现 回到家的马克非常恼火 他决定今晚再次潜入富豪家 将男人救出来 到了晚上 马克溜进富豪家里 来到地下室打开暗门 只见里面赫然拴着一个满身是血的男人 马克来不及解释 他赶紧拖着男人往外走 可好死不死 富豪突然出现在门口 没办法 马克只好又把男人拖了回去 而自己则藏在了柜子里 此时富豪走进地下室 他警惕地看着周围 确认安全后便进入了密室 殊不知 这一切全被马克看在眼里 等富豪进入密室后 马克悄悄地走了出来 然后拿起一把锤子准备和富豪平了